台湾急于船被中国扣押带回 牵动台海局势的变化 在美国的智库学者们也同样相当的关注 学者认为中国不断试图扩张灰色地带 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加剧 台湾应该要做好准备 以防止更进一步的攻击和擒扰 夏威夷当地的智库东西研究中心 里头的学者对于亚太地区 甚至台湾跟中国的议题都有所研究 前总统蔡英文在任内 就曾经多次造访 最近一次是在2019年的海洋之旅 蔡前总统就来到这边 跟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 交流的内容大多和美中台三方情势有关 在东西方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 Danny Roy就曾经接待过蔡前总统 身为台湾女婿的Danny 一口标准流利的中文让人被感亲切 而她研究的重点自然也聚焦台海局势 同时台海动荡又起 台湾渔船越界捕捞 被中国海警船扣押带回 同样在夏威夷的智库 太平洋论坛的学者对此并不乐观 事逢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 正在夏威夷举行 二十九国齐聚 此时台海的任何动静 都引起国际间高度关注 记者林权杰肖瑞生在夏威夷的采访报道